作者隐喻在看中国撰文 启示录七灾似在准确应验 最后大灾即将来临指出 人类历史走到今天 神的预言在兑现 圣经启示录里的七万之灾 就是预言在天灭中共之气 神降下的一系列打击 把貌似强大的中共魔鬼逐渐打回原形 而且前五灾已经准确应验 以下被注解 从殿中传出很大的声音 向那七位天使说 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第一位天使就去把碗倒在地上 于是那些有受印记 败受像的人身上便有了恶且毒的疮 这第一灾就是2020年初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灾难 和中共亲近的国家地区受灾严重 此后全世界的亲共势力被削弱 这里的地可能是指西方社会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 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第二灾是指贸易之灾 新冠疫情使很多国家认清了中共 中共不得已采取所国措施 对外贸易受到重创 这里的海指的是中共国赖以壮大的外贸商务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重水的泉源里 水就变成雪了 第三灾是指封城之灾 中共在国内严厉封城 经济受到重大损失 这里的水指的是重视金钱 漠视信仰人权的大陆社会 在此期间 很多地区遭受中共严顾封城 民众遭受人身监禁 经济损失 食不果腹 染疫身亡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 叫日头能用火烤人 第四灾为去年夏天6月至8月间 中共国遭遇旷日持久的高温刚旱 全国有23个省出现40度以上高温 民众大量中暑 高温持续江河断流 湖泊见底 长江流域多处水位创下 有记录以来最低 上海市长江口出现 罕见夏季闲潮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瘦的座位上 瘦的国就黑暗了 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 第五灾作者李解肥 发生在中国的全弩之灾 习近平团灭意气一手遮天 民众对中共幻想破灭 通过举起不敢写一个字的白纸 来表达不满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 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 作者把这段解读为 这里再次提到疮 准确预言了大陆又突然爆发 离奇疫情 中共造就 疯狂掩盖并不悔改 同时预言了许多中国人 对圣人介石的警示将不以为然甚至谩骂 以上五灾已经应验了 下面是还没有发生的两次大灾难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柏拉大河上 河水就干了 第六灾应该是台海之灾 因为柏拉大河干涸 这一典故是天险被突破的象征 这是预言了中共或将悍然发动台海之战 并将付出巨大代价 无论中共惨胜还是惨败 台湾或者被吞并或者独立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 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传出说 成了 最后大灾第七灾降临 闪电 冰雹 雷轰 大地震 自从地上有人以来 没有这样大 这样厉害的地震 预言事情 不知悔改的世人将遭遇难以想象的大地震 及大海啸 中共国将遭遇冰雹或空袭 中共在灭亡之前 中国人口减少 经济凋敝 发生粮荒 遭遇战火 那时没有娱乐 没有产业 没有粮食 没有电 没有外国朋友 全部清零 隐喻提示道 启示录中把中共的真面目比作瘦 中共营造的改革开放 盛世假象 被比喻为大淫妇 世界各国放弃原则 与中共交往 等于和淫妇引乱 中共国的经济高速发展 充满了腐败和罪恶 历次镇压运动 血债累累 被中共迷惑的人 却不明真相 还惊叹称奇 启示录中 预言中共将与西方 在对峙中沉沦 中共 亲中共者和反神者 尽管在东西方掌权 但必定失败 胜者被羔羊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着羔羊的 就是蒙昭 被选有忠心的 也必得胜 中共灭亡后 大陆人看见了 中共一直掩盖的血债累累的罪恶 真相大白 在清算中共过程中 中华民族将走向亲生 作者隐喻后期 现代人解读神留下的预言 一向是很难的事 分析可能不太准确 但预言中揭示 天灭中共大趋势是很明显的 神的预言与应验 也与现实相符合 作者衷心希望大家 理性认识到大灾的危险 一定要抓紧时间 认清中共 脱离中共 退出中共 平安度过大劫难